驾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價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賦物 大家好 我們一豆合金賞鷹五天 我們馬上要出發了 我們現在在小港機場 我們要搭乘早上8點45分起飛的航班 我們到達東京成田是下午1點 感謝大家的幫忙 謝謝你們 這裡十九個而已 有吃一口的 都拿來認識安全 要進去的嗎 有人要換錢嗎 沒有齁 沒有就進來了 有一個還沒到啊 這一次 小小團就只有19個 這一次就要再一十個了 來進去了 我們相逢有緣在小港機場 好開心 謝謝你們 對精彩一百年的愛護 哇 我們中哥的小女兒 漂亮的寶貝也來參加了 呀 這一次的人都好年輕喔 謝謝你們 我們馬上就要搭飛機了 現在 我們在小港機場 你看 我們高雄的機場很漂亮喔 非常的漂亮 我們從32號登機門 大家都非常的開心 要去一豆半島看櫻花 這是補航 其實有很多人都講說廉價航空 但是我們的廉價是不廉價的 我們在飛機上有肉肉飯可以吃 那也不用另外再買 你看我們的空中小姐已經在幫我們 你看有肉肉飯這個是虎航很好吃的 那很多人搭這個航班 他們都沒有吃 所以只要在參加我們的團 上飛機 登機證都要留在手上 因為空中小姐會看你的登機證 因為我們的電機場 上面有住民 我們是有包裹蘿肉飯的 有的人客 就去電機場 會跟電機場 會跟電機場 所以不能跟電機場 因為這個電機場 來看出說 我們是不是有包裹架 已經下了東京機場 大家一路辛苦了 辛苦了 你看有幾個漂亮寶貝 還有帥哥 幾乎都是帥哥跟美女比較多 尤其我們從鏡頭裡面看到大家 尤其是出來玩 大家人都心情很好 那我們的導遊 這個屬性的服務也是很好的 那這一團就是小小團 迷你團 所以每一個人做一個位置還剩 在東京觀光客很多 有時候等一下去檢查 大家可能就這邊走這邊走 盡量 盡量 那我們現在 現在要到淺草去了 那我們已經離開成田機場 那我們第一站就是要去淺草 那導遊在告訴我們淺草這邊 是日本在東京裡面非常熱鬧的地方 所以人會比較雜一點 那我們現在往前看 我們有看到那個天空塔 在整個日本東京逛來逛去 都一定會看到天空塔 我們沿途我們有看到 現在這是東京最高的這支塔 那也是 曾經是世界最高的天空塔 也叫做天空樹 它是634公斤 但是現在被那個 杜拜哈里發塔 828公斤 期待了齁 那個是169斤 哈里發塔 是號稱用15億美金 把它做起來 那我們東京的天空塔 就在這個時候 已經輸給了杜拜 那當時有天空樹的時候 也是叫做天空塔 它是那個時候 也是曾經是世界最高的 它可以號稱它是自立式的電波塔 是最高的電波塔 你看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它好漂亮 尤其是晚上的燈光一打開 更漂亮喔 然後從天空塔 350公尺的展望台 可以看到富士山 而且可以看到整個東京灣 還有美麗的東京的夜景 這是東京現在這個時候 還還沒到下半時間 所以我們感覺這樣 沒辦法搭車 看起來東京還是蠻輕鬆的 那導遊非常的盡責 一直在介紹日本這邊 當地來到這裡 要注意些什麼 那我們的第一站 我們會要到前草市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都是東京都 東京都的這些 雨田川 所以沿途其實東京的街道 你看都非常的乾淨 街樹也都很美 我們已經下車了 你看來到這裡 阿沙庫山就是叫做淺草 這個淺草橋 淺草 淺草來這裡是要看什麼呢 淺草 第一來這裡要看的就是觀音寺 淺草的觀音寺 是在江湖六百二十八年 就開始有了 也是東京都來最古老的寺廟 所以來到這裡 一定要來這裡曹拜一下 在江湖時代 德川加空和淺草市 積點為德川幕府曹拜的頂宋 淺草市這個所在 因此就是因為德川加康 和指定為德川幕府的朝拜場守以後 開始 就把這個地方帶來了很大的緩容 這個淺草市除了我們的內唐以外 淺草市院的五重塔 和它的著名的建築物和歷史古蹟 在這裡實在是算過很多 每一年的元旦也是完蛋的煎熬 哇!這是人山人海 這香客真的很多 你看他们在这里在抖抖抖 头脖疼的人就分头脖 抖头疼就分抖头 你如果胸甘腿就抖起你分一分 嗨大家好 来到前草市了 前草市让我们一路平安 让我们回台湾赚大钱 让我们年轻的妹妹赶快找到好丈夫